这什么人是真正做到自内呢 在佛法讲 严格的来说 法身菩萨 百分之百做到了自内 此地行父这十六位尊者 真的都是法身菩萨 不但是法身菩萨 是法身菩萨里面的等觉菩萨 这地位高了 菩萨在佛教里头 五十一个位次 他达到最高的位次 再上去一步 就是究竟圆满的佛苦 叫妙觉位了 等觉到最高了 但你就有四十一个位次 这最高的一位 那么我们可以说 用华严经来讲 粗著菩萨 华严经上粗著菩萨 自内做到了 真的自内了 知道 身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再为这个身体造业了 自私自利的念头 没有了 明文立养的念头 没有了 不再追求明文立养 那是假的 不再贪图 这个世间五欲六成的享受 贪嗔迟慢 大幅度的下降了 那要断 很难 真正断掉 他就成了阿罗汉 所以这很困难 在我们修学的阶段 降温了 没有过去那么严重 这叫贪富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能护持自己的信德 这个地方讲 自护信德 这个人 那就像方东卫先生所说的 他得到人生最高的享受 还能够